自太平君起事后 咸丰可算是遭够了罪 白天黑夜的翻过来忙 都觉得时间不够 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 花了那么多力气 成效却越来越低 前线送过来的奏折 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 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棍 久而久之 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 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 直到曾国藩的崛起 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 有颜在先 守校期间不接受奖励获生职 但咸丰仍受他以熟理湖北 巡抚一职并赏待花令 熟理的原因 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校期间 一旦守校期满 代理即可转正 然而仅仅七天之后 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这一任命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 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 谈话的主角 一个是咸丰 另一个是军机张经彭运章 咸丰跟他聊天 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 没指望从这个木内的小军机身上 得到什么高见 咸丰说 你想不到吧 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 竟能见成奇功彭运章当然也是书生 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乱毛 于是来了一句 曾国藩不过是前里布侍郎 一个老百姓罢了 小小老百姓 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 随着以万人计 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就是这么不音不扬的一句话 让咸丰脸色大变 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里 曾国藩是一个汉臣 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手中又掌握兵权 对满族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 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是汉臣 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 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 江中原追根溯源 也是手握兵权的乡军将领 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 还被授之以安徽巡抚 在咸丰眼里 曾国藩与江中原虽都出自于乡军 但两人并不相同 江中原的定位主要是武将 任务就是打仗 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 他举办乡军的时候 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 其实是赤手空拳 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一个摊子呢 如果让他长期聚守湖北 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 成为下一个曾秀权 要知道 在这种内乱贫人的情况下 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 足以让你防不胜防 人心之复杂难测 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 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咸丰决定收回成命 改任曾国藩为兵不侍郎 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 就是让你当湖北省长 估计你也没那闲功夫 可话不是这么说的 咸丰的招令膝盖 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 在从其他渠道得知各种内幕后 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 咸丰军务反正打仗 咸丰军务反正打仗 咸丰军务反正打仗